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大亨 欢迎大家来到本一期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电视直播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往期讲过的一个类型 也就是说国内的电视直播 国内电视直播其实是大家看的最多的 目前来想人人都可以部署的 就是那个米姑的那个Docker的一个部署 其实在我往期的视频中 大家已经都看到过了这样一个部署方式 是非常简单非常快捷的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登录 或者说你没有登录你的VIP账号 你是不能获取1080P的这种视频的格式 或者是清晰度的 那我们今天就用一种免费的方式 来让大家获得1080P的米姑的元的一些内容 我们正式的来看一下啊 到底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其实实现方式非常的简单 大家来电视上看一下啊 打开我们的电视机的一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的下载链接 我也会放到我的这个视频的简介中 大家可以在其中去查看 或者是下载安装 其实这个安装是非常简单的 只不过它多数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空壳软件 那你需要放入其中的内容 才能正式收看 那么今天就把内容放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电视屏幕上 所有列举的分类 它有12345这个都有 是不是 只不过这个有个小小的遗憾 跟大家可能大家都清楚 就是说它央视的16频道是没有的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满足的 都是全的 明白了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分类 就比如说它里面的有体育 有卫视 还有地方 是不是 这个其实部署过相关的米姑的这个Docker 大家都知道 这是都有的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1080P 来大家看一下 OK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正式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分辨率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具体的 在这个菜单栏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了吗 它的分辨率非常清楚 大家看到 上面 已经列举了 就是一个1920乘1080P 两兆左右的一个视频 OK 那是可以的 我们直接在播下一个频道 看它的加载速率是怎样的 这个其实要说到加载速率 要说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非常好 是不是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它这个软件适应了就可以的 但是跟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你必须要安装这款软件 才能正式的去看这个圆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内容 就是它的圆的类型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圆的类型 这里标注着 它是一个GS的一个圆 所以大家在播放这个圆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用这款软件 才是可以实现的 OK 继续来看其他的内容 OK 我们现在又把新的一款圆 给大家打开了 就是在打开的一瞬间 这个预览 其实已经出现了 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出现了 对不对 OK 我们直接点 1 它也是可以收看的 而且我给大家具体看一下它的线路 线路是非常多的 而且它的延迟 最起码在我现在连通网络的情况下 看的情况下 它是延迟非常低的 这几个延迟 至于其他的 大家可以不停的去测试 清晰度也是有保证的 IPV 毕竟它是一个1080P的级别 所以大家注意了 1080P的 对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容 还有卫视 大家卫视也可以 点一下 不同的去切换一下 看一下 它的清晰度不太好 有保证的 OK 它也是有保证的 其实第一眼看就能明白 这个清晰度 码率到底有多高 这个对于其实 简单的看体验 其实非常 其实圆很好找 但是质量好一点 速度快一点的圆 还是不太容易找的 我们继续来看 其他的免费的东西 包括这些 假定音乐 动作电影 包括一些动画频道 它也在里面有一定的分类 大家可以试图的去看一下 看哪些好看 或者是 加的速率比较快 大家去测试一下 好吧 今天的这个软件 还有两个圆 分享给大家 因为在电视上体验 我觉得目前来讲 这些软件 还是比较友好 而且好用的 最简单的一个事情 再给说一下 就是说这款软件 不仅仅 它是可以 加载你的 IP TV的相关的 源 比如说M3U的 比如说TSD的 都是可以的 同时 它也可以 大家看啊 我的设置 打开 然后找到 订阅员的位置 然后滑到最下面啊 我们可以滑到最下面 它有一个写的非常清楚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网页员央视的Cookie 就是你获得了相关的Cookie OK 你就可以将你的登录了 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登录一个账号 你自己的央视的网的一个会员 或者是没有会员 都是可以的啊 它就会直接来获取了 你相关的网页员 就是你不用再去添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怎么生成的啊 回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线路啊 看一下线路 线路里面就展示了 比如说第二一个和第三一个 一个是央视网的 另一个就是央视频的 它就是可以把这两类 给集中到这里面 比如说 我真的我自己找的一些相关 远不能看了 OK 那你的备用的这些 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就比如说网页的这些东西 毕竟我们加在网页 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拿备用 备用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友善的 如果说你加载的这个 这个GS元 它加载速率慢一点 OK 我们也可以把它设置一下 比如说在设置里面 我们再找到 拨放器这一项 拨放器这一项 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停止 上一媒体项 我们可以把这个关闭掉 然后再把下面一项 叫更好的视频 侦测这一项 也把它关闭掉 这两项关闭掉之后 你的这个GS播放源 就会速度相对快一点 就它的切换速度会快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们直接打开 这个GS语言 这是1 对不对 我们直接点2 看到了吗 它因为速度非常快 直接就切换过去了 看到了吗 它的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是不是 所以今天就正式的给大家说完了 这两个内容 大家的事实的去选择一下两个语言 都是可以拨放的 只不过 我给大家重点今天说的是 这款软件 软件加配套的两个赠送的语言 可以讲这么讲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大风 如果你有更多想知道 关于电视 或是其他提案的方面的事情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点赞评论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做大亨 再见